开山植物红树 红树生长在河口或海湾内的沼泽地 红树需要适应在软泥,没有氧气且潮湿的土壤中生长 有时还会受到潮水冲刷 因此,它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根 软泥内的土壤缺乏空气,呼吸根能帮助红树呼吸 支持根能支撑树木,就算被水冲刷也不易倒下 红树就像个守卫兵,保护地岸,化解海潮风浪冲击 红树里也为鱼、虾、蟹和贝类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你知道为什么红树会被称为开生植物吗? 红树会开花,它每一次开花,能接触大约300颗果实 它的果实细而长,一般长度为20cm以上 果实成熟后,里面的种子会开始发芽 从母树体内吸取样分后长成苔苗 当苔苗长出于30cm时,就会脱离母树 有些苔苗会直接落下,插进海滩的地域生长 苔苗内含气势,能让它漂浮在水中 让它寻找更合适的生长地 插入一笔后的苔苗,会在几小时后长出油根 逐渐成长成红树 因为红树与大部分的植物不一样 它的幼苗已在母树上,吸取母树的样分成长 就好像胎儿在母亲体内渐渐成长 到了一定的时间,胎儿就会离开母亲身体 红树也一样,在它的胎苗成熟后 就会离开母树 因此,红树被称作为胎生植物 动手画一画红树 就会离开母树 在家费的中心里 在家费的中心里 会发现很大的食材 就是在家费的中心里 从家费的中心里 在家费里面中 有不在家费的中心里 有不在家费的中心里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